有一句话叫给骗子一个不骗你的理由 所有的骗术居其根源都在你心里 不在人骗子身上 人骗子只不是设了一圈套 陷阱真正在你 刚才我们听王老师给我们介绍 街头骗术的一些特点以及防范的要害 转眼到了2000年的时候 人们投资投机的机会开始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对物质的需求 忽然一下子也膨胀出来了 这时候骗子的骗术也变换花样了 就是因为咱们有吃心 所以人家也设计了新的馅饼在前面挡一下 河南省平顶山市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诈骗案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打着有内幕消息的喜好 替人家炒股 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名受骗者 她在网上发现一个上海国朗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然后这个证券有限公司 自称有这个掌握有这个股市的这个秘密 可以介绍黑马股票 李女士对这家网站寄予了厚望 先后在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打入了50多万元 请对方带她操作买卖股票 但是当她等着赚钱的时候 这家网站却消失的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埃教授 欢迎马老师 这个投资诈骗应该说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慢慢出现的 他和建国以前和建国后刚出现的那一段时间的那个诈骗的行为就不太一样了 这有什么社会背景呢 其实投资呢 我们看啊 都是在99年以后 特别呢 是在咱们邓小平南勤讲话之后 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个人投资不断的发展 1999年5月19日 中国股市启动了迄今为止 仅次于2007年的牛市行情 上证指数从1050点 在两年时间里迅速攀升到了 2245点的历史新高 指数累计涨幅超过了百分之百 这次牛市刺激了大量股民涌入股市 而当时我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 市场的不规范 信息披露的不规范 从而造成了很多人都有了投机的心理 也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那要这么说的话 就是市场目前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状态 又不太规范 信息披露的机制又不太健全的情况下 有人成功了 我也想做那个成功的人 但我不知道我对面的这个人是不是骗子 说起来是很简单的 因为前提是内部信息掌握内部信息炒股 或者说利用这种信息本身是违法犯罪的 有谁愿意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和一个不相识的人 来分享自己能够得到的蛋糕 那生活当中确实有人靠内部信息赚钱了 万一它是真的呢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方法 专家提示 广大广大